东斜大市场首先先来带您聚焦 精彩的泰国宫斗剧 现在又是上演好戏了吗 好这一位呢争议不断的泰王瓦吉拉龙宫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精彩的新闻出现 真的是私生活非常的精彩 好上个月呢大家就在猜说 她陪贵妃施妮娜去庆生 两个人穿了同色系的情侣装 好像这个王后素提达又被冷落了吧 大家都在猜都在解读 不过现在呢宫斗剧好像又有新剧情了 大家来看这张照片 好这是泰王呢农历年的时候呢公开亮相 泰王其实呢跟皇后素提达还有贵妃 他们两个人一起参加这个祭祀的仪式 好嫔妃们可以看到呢虽然有点不太清楚 但是大家都是穿上红色很喜气洋洋的气泡 真的很有农历新年的感觉 而为了泰王呢嫔妃们其实呢这个 笑脸满意似乎呢同框也想要打破不和的传闻 现在再来关注的这个东协大事哦 这是缅甸的反军事政变示威持续 好透过我们的画面呢真的是蛮紧张的哦 警民对峙非常的紧张 好警方呢甚至还出动了水炮车来驱离 很多民众呢还是不理这个限聚令上街抗争 即使呢联合国专家已经警告说军方即将采暴力镇压 但是在大城市仰光首都奈比多 还是有数以十万计的民众不理限聚令持续上街 警方呢也在首都跟北部的大城市发动水炮车 就是要驱散民众 现在就缅甸的媒体报道了 军方连日以来也在第二大城曼德勒 以气枪发射铅弹镇压示威者 造成超过一百个人受伤 其中还有十个人伤势蛮严重的 而且呢还传出说有一些人啊 只是在家中敲打厨具抗议也被射击 还有六名呼吁罢工挺示威的导演跟艺人 现在是遭到通缉 目前警方已经拘捕多达五百人 但是呢针对缅甸议题不断的发烧 现在呢各国也提出了他们的看法 可能会着手来干预 像是现在呢有美国日本 还有印度澳洲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 昨天呢也是透过电话会议打成共识 而且也讨论到了缅甸的议题 当然他们是呼吁缅甸要赶快回归民主 而邻近的国家像是印尼 还有新加坡的外长也呼吁东协 要赶快开会协商找寻解决之道 接下来继续来聚焦疫情 新冠疫情呢在越南是持续的蔓延 而且呢在1月下旬的时候 越南当地是爆发新一波的本土疫情 在重灾区海洋省物流进出受阻碍 更实施全省的社交安全距离 好你看到大家呢都是有戴上口罩这样的状况 而政府呢其实也要求呢当地的员工啊都要进行普筛 如果呢这一间工厂或这一间企业 大家呢都是阴性才可以开工 也就是说呢只要有一个人是阳性 可能呢整个就会被大停工 而这种超严格的防疫规格 也可能使台湾当地的企业面临运作的困难 接下来再来看到的是印度 印度呢现在除了疫情很严重之外 还有空污的双重威胁哦 现在最新的这一份调查数据显示 印度呢其实去年的时候都是因为疫情 而全国封锁封城的 其实大家都比较少外出了 但是呢在首都新德里这里死于空污的人 还蛮多的居然是高达五万四千多人 好你看到呢这其实就是新德里的日常 你出去的时候可以说是呢真的是雾蒙蒙一片 可以说身手不见五指哦 好这是呢高达一年的死亡人数 居然就因为空污高达五万四千多人 也是全球人口最多的五大城市之冠 当地报告指出了新德里的PM2.5空污水准 已经高出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 平均美丽方十维克 这样的标准已经超出了将近六倍 而空污呢也造成当地的相关经济损失 已经损失高达了八十亿亿美元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东斜大市场 新德里的息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